Hello 大家好 是否等了很久 是 沒辦法 是 我們這陣子可能會冷 可能會冷 電機都冷 這陣子不是很冷 不過不是 今天就冷了一點 今早有人跟我說 今天會冷的大日 不是特別好冷 你今早上班不冷嗎 今早上班 我每天上班都冷 我每天上班都沒有太陽 差不多天黑 這兩星期如果是沒有太陽的話 是冷一點的 不過都算是 雖然是十二月 已經踏入了十二月 但是還是叫做秋天 如果算是天氣的感覺 都沒有很寒冬的氣氛 你說感覺上就是秋天 只是溫度上 但是那個二十四節氣 就過了 是 那個其實已經是冬天 是冬天 不過我們跟我們感覺行 所以今天直的蛋糕 還是秋季限定版 秋冬限定版 是 是 是 十二月第一日 跟大家吃蛋糕 其實都不關 不過呢 哪一月不是吃蛋糕 都十二月的了 就是連尾了 這個其實是秋季限定版 是 鹹薯波蘭泡芙蛋糕 鹹薯波蘭泡芙蛋糕 鹹薯波蘭泡芙 你有沒有吃過類似的 波蘭蛋糕也好 波蘭泡芙也好 我真的 特意地搜尋一下 就是波蘭蛋糕 是 輕輕一兩句說 那就是因為呢 它那個面頭 因為是泡芙皮 是 所以就粒突形狀 好像一座山一樣 是的 就是波蘭的一座山 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蛋糕 鹹薯波蘭泡芙蛋糕 有沒有讀一個千字 哪裡 耳仔哪一個千字 有陰讀陰 就是一個山脈 所以就這樣 就幫它命名叫波蘭蛋糕 是 底面都是這個泡芙皮 是 然後裡面就夾著一些Custard 其實比較少見的 其實在香港 泡芙皮 你不是普通的漆風 海綿之類的 泡芙皮 真的要試試 還有它說有些改良少少 是進階版 是進階版 為什麼它有甜薯呢 因為它就 首先在中間那一層Custard 它就加了一些甜薯 就是日本公其圓的黃芙皮 哇 黃芙皮 應該甜一點 很濃的番薯味 是 而且它的面上就有這些黃黃的色 平時很多時候都見栗子 就有這些黃芙皮 這個就是番薯味的 是 是 它就說會濃味少少 而且它的改良是因為再加上麻薯 是 裏面有些白色的 是 先給大家拆開它 是 之後這兩個呢 這個全名是什麼 這個是 日式的 也是 日式的 日式的什麼 日式豆乳麻薯蛋糕 豆乳麻薯也是比較少見的味 這三粒是麻薯 而且一拆開其實這個很香 聞到現在傳來鼻的那種味是那種豆乳味 而且好像有些 這些是不是粉 那些叫什麼粉 就是黃黃 麻 都是 是不是那些 什麼 襯麻薯的那些粉 是 是 是 突然間忘記了黃豆粉 黃豆粉 謝謝Chloe 所以讓大家展示出來 它就到處走 這個就是啤啤形狀的 馬德蓮 馬德蓮蛋糕 原本姚一跟我說的時候 是荔枝味的 原來不是荔枝味的 原來不是荔枝味的 原來是荔枝蜂蜜蜜 荔枝蜂蜜 蜂蜜的品種 是荔枝蜂蜜的味道 它的名字純粹是荔枝蜂蜂蜜 你中文和英都是同一個讀法 應該是嗎 其實也是 中文都是 什麼 就是anyfey 讀英文就算了 anyfey就是anyany 肥就是f e i 肥 肥 我明白了 你應該是anyfey 然後是bacery anyfey vagan dessert 我也有很興趣問店主 Monna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解釋 anyfey就是類似有她肥 是 因為甜品的話 反正都想著要 都要吃 想想想自己 anyfey 就吃吧 平期都吃 吃吧 好處理 每個星期都跟大家吃了再說 那我先吃哪了 那當然是先吃這個 泡芙蜜蜜你又在拆我 是呀 我以為你可以拆住那個 好 那我們同步拆吧 那啤啤啤就看著我 對 啤啤啤就繼續 有些看著你 有些看著你 有些看著天花板 沒有人看鏡頭 有些看著 有些期待著 十二月聖誕節來臨 是呀 可以說一下 未來我們都會吃一些 因為十二月 是啊 未來都應該多些 聖誕主題的甜品 是啊 其實我看到已經 推出了很多 推出了很多 有些其實是十一月的時候 已經推出 那些是不知為何他們是想這麼早 但現在是 為何可以這樣 但跟聖誕裝飾一樣 就是過完 每一個節慶 過完就已經進入下一個 萬聖節之後 其實是 下一個已經是 基本上十一月頭 已經進入聖誕節的裝飾 你不覺得嗎 其實萬聖節一完 第二、三天左右 那些商場是正在佈置 已經正在佈置 是啊 那些超市 那些賣的零食 食品那些 開始陸陸續續有 當然現在就齊了 但是那時候 應該是開始地 有一、兩款讓你選擇 甚至可能 我已經開始看到 聖誕節 有一些聖誕蛋糕 是買到的了 剛才說 聖誕麵包是一種 Panat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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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吃的嗎 我可以的 很多乾果 以前就是 通常都是乾果那些 傳統上都是乾果那些 但是現在就多了些 譬如朱古力口味 是啊 我以前嫌它甜 因為乾果是糖漬的 是啊 所以每粒乾果 裡面真的不會很多的 它通用很多糖漬乾果 大家有很多 低糖版 都是的 嘩 好邪惡 是 順帶一提 Shir也切得比較少 因為店主 她今天很好 特地親自送來 我在樓下看到她 她也有特別提 這個甜薯版本 這個 一切下去的時候 就啪開的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所以就會是這樣的樣子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正面 是 切開了的那個版本 是這樣的 所以就扔開了是正常的 扔開了才夠邪惡 那樣子 就是跟你說 嘩 我有多少餡 我現在撕了出來 為什麼它裡面那些 就是說那個吉士達 就是多了這個 加了這個 日本宮崎縣的番薯味 是 那試一下那種味 是否特別濃一點 還是什麼 好 那你一邊試一邊說 有泡芙蛋糕 然後有番薯 還有Castard醬 然後有麻薯 還有一個就是 番薯蒙布朗奶油 是 就是面這層 對 很香番薯味 超香的 它說一吃它放進嘴裡 是好像在吃那塊的番薯 是 因為它的泡芙 它不是那種脆的那種泡芙 它是嚥韌的那種泡芙 然後再加上麻薯 是很嚥韌的番薯 味道就好像吃那塊的番薯 但是這個質地 就是很嚥韌的 因為它完全就是 番薯味道 很純正的番薯味 很濃很強烈的 然後就視乎那個質地的問題 那番薯就可能粉粉的 實一點 它就換上蛋糕 軟一點 但是又像一點 因為如果是Castard的話 就沒有那麼軟的 那些番薯 嗯 我現在吃到麻薯 還有蛋糕混合了 放一些番薯餡 嗯 那麻薯很嚥韌 它這隻不是軟的版 很可愛 這隻有嚼口版 真的好像在吃那些 硬版本 煙硬版本的番薯 對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麻薯本的味道 它自己是比較正確的 是 然後 所以完全全是一個番薯的味道 嗯 是啊 很可愛 而且它的泡芙皮很實在 原來是 就是 我還沒接觸過 就這樣吃泡芙皮蛋糕 嗯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在泡芙裡面 有很多很多醬 嗯 你未必會吃到 泡芙皮本身 本人 的那種質感 但它這個不是的 它混合了那麼多醬之後 它依然是 這個存在感非常大的 是 因為 你吃麻薯的韌 但是如果你是跟泡芙皮一起吃 嗯 你又 依然吃到那個泡芙的質感 它就比較像 什麼 麵包的那種質感 嗯 是啊 因為它比較軟 它不是蛋糕的質感 嗯 所以 再硬過 再硬過 再硬過蛋糕 它不會是那些 舒服舒服 嗯 嘻嘻 嘻嘻 嘻風 海綿那些 完全不是 有滴口的 它質感比較像 就是 一些 麵包類的 而且它的味道 也有少少 汗翁的那種感覺 我知道 你有沒有吃過麵包布甸 是 那種質感 或者是 扯扯的 是 最軟的 最軟的就是留給麻薯 所以它負責 是 它就軟的 然後 有些麵包的那種 焙 焙焙焙焙的那種感覺 是 所以都很香的 那種焗出來之後的那種味 配上番薯 因為有時候灰番薯 有些焙焙的味道 是 就是有那種味道 那也是 是嗎 焙焙的那種味道 所以都只剩下番薯 嗯 而且 很實在 一吃完我覺得 會非常飽肚的蛋糕 這個也是 麻薯 上星期不是說 我們吃那種麻薯 是 也是那個覆蓋率很高的 不是一粒小小粒 是 一粒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這樣 嗯 它這個是很大片的 就是你剛才切下去 我們都 差不多整個橫切面 都是有麻薯在那裡 它應該是這樣做的 就是一塊泡芙皮 就打橫擺在那裡 然後就 敏平它 一些奶油 再一塊的麻薯 放在上面頭 逐層逐層鋪上去 是 所以它就不是一粒粒 可能一些沒有 一些油 它是全部每一口 都一定是吃到的 是 我們試這個 好 來吧 這個豆乳 就大一點點 中間有三塊麻薯 對 這些就是 那些就是 那些就是 那些 你沒有說旁邊這個 我也是 是嗎 OK 對不起 是我的錯 是我不聽書 老師 這個切下去也很硬硬硬硬 我想麻薯的 也挺多 我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應該會拉扯出來 是 嘿 行不行 你掉了一個麻薯 寶寶 我放在這裡 好 來吧 老師 你來吧 在這裡切嗎 還是我再切 無所謂 我先切這個 好 好 它裡面也有很多層 好 待會轉過來給大家看 其實你這樣切這個麻薯 是 要給力 你感覺到是不是 是啊 要很用力 這個應該那個 好 那個實在度是非常厲害 好 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 我常常很喜歡看那些 蛋糕切開之後的橫切面 或者裡面有多少層去研究 是 因為一網 很賤語 要你介紹一下 我要介紹 但是我已經轉過去了 所以我要開貓子介紹 好 接下來這個 就是這間店鋪最受歡迎的 是 反而是這個 店主自己本人最喜歡的 反而是在旁邊的 泡芙蛋糕 所以我們 這是特色 跟它們吃光 是 這個很特色的 特色一點 說一下這個 日式 豆乳麻薯蛋糕 有鮮忌廉 是 然後有豆乳吉士醬 好 黑糖凍 有一片的黑糖 中間看到有一片黑色的 這個有香草戚風 我猜是說七峰蛋糕 然後當然有麻薯 當然有麻薯 還有一個 可能你未必知道 或者你可能攪拌的時候 都不知道那個是 原來是這個 英式米布甸 Rice Pudding 他說特意加了這個 因為它之前有一個 Level 1版本 這個是Level 2 沒有米布甸 沒有黑糖 沒有麻薯 沒有麻薯 那是基本上 是基本上 是 西瓜蛋糕 是 所以它要加這些元素 進去 是 它加了很多 很有層次 對 加了很多 就是豐富了很多 難怪受歡迎 很適合大眾的味道 這個完全是一口一口 嘩 它的黑糖很配 很滑 嗯 它都說 原來是五聲 嗯 對 吃錯了這個應該屬於它 好了 西瓜蛋糕 這個就不同 剛才的阿炮埔蛋糕 這個擺明是 舒服舒服的蛋糕 然後它非常多層次 很難去形容給大家聽 一來就是 它那個米布甸 有一點軟軟的感覺 但是 同時吃麻薯 有些拉扯的煙韌感 西瓜蛋糕就舒服舒服 然後那個黑糖果凍 又像啫喱一樣 滑一下滑一下 然後又配上奶油 再滑一些 所以整件事 很好玩 很好玩 很多元化 因為它剛剛 吃下去 質感的感覺上 有很多種 然後味道上 也是 每一層都很有它自己的特色 都沒有被人搶掉 是啊 但是又蓋不到別人 每一層都在那裡 是啊 對 不會說那種味道不配那種味 又或者蓋過了黑糖味 每人都有 每人 每個口味都很出 對 每人都 很多人 對 自己的味道 但是又 配合一起吃又是可以配到的 嗯嗯嗯 而且它又 它這麼多層次 因為它又不是特別甜 我經常很怕黑糖那種味道很甜 反而黑糖這個又不甜 因為它只有薄薄一層 對 對 而且它這種做法好像是凍凍的 是 比較不會覺得很膩的 對 所以剛才說一口只一口 而且這些青楓蛋糕很欺人吃的 因為你覺得很輕身 輕身 很輕身 很輕身 那你就會不斷吃 就會吃得多過隔壁那一款 隔壁那一款的實在感太大 是 這個就會吃得多一點 我自己本來就會 那我們試這個荔枝蜂蜜 荔枝蜂蜜 好的 其實它是馬德蓮 一本 好的 它的蛋糕叫馬德蓮蛋糕 它有三本味 好 我們這個就是荔枝蜂蜜 還有百獎紅茶 還有開心果 它形容是毫不留情地加入意大利開心果醬 噢 開心果味不要錯過 Anyway 我們試這個荔枝蜂蜜 是店主大愛的 所以都很好吃的 它說超級清香 給阿軒 真的是清香的那種蜜蜜蜜 嗯 這也是的 它真的是清香 你想不想怎樣 清香 你能想得到嗎 有點甜 有點甜 它應有蜂蜜的那種甜 還有這種馬德蓮蛋糕是乾身一點 嗯 但是又偏實在一點 嗯 不是那種很輕的那種蛋糕 是 而且它不是很油膩的那種感覺 是的 馬德蓮其實有時會做到 配殼形狀 配殼形狀 牛油味很重 很出色的那些 我想可能因為它的味道上面 因為蜂蜜清香 它中和了一點 不是 它的質地也不是很油膩的那種 就會很軟綿那種 是啊 乾身一點那種 乾身一點 我喜歡這種 日實一點 很有咬好 因為它的蛋糕和它的產品 有咬好有照顧頭 很實在 很實在 還有這個熊仔 它設計得很有趣 因為它之後將會 設計成成一個聖誕樹 是的 就是對熊仔頭 就是熊仔 就是熊啤啤 大家可以看到這幅圖 一堆 我有問它 喂 有沒有可以做到這樣 它說 未有聖誕樹的架 是的 將會有 我們等待聖誕架的來臨 是的 等待聖誕架 有個熊仔聖誕樹 是 還有大家都一起等待這個聖誕架 但是怎樣 未到聖誕節已經吃完了 你不停來添加 每天都加的新熊仔 每天加一顆 你要填補我的位 剛好開心果的會不會是綠色的呢 不是開心果的是醬 是的 它應該開之後才是 不知道 聖誕節的話加一些綠色的紅帝 不知道 到時再看看 它之前有些是綠色的馬德蓮 是的 有 有 不知道 我們自己說的 不知道 但是這個也挺有趣的 這個賣相 是很有趣的 其實如果看實物 因為我們看照片也夠有趣 是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 這三張蛋糕 Yeah 這三個 它很有特色 是的 比這兩個 它不是我吃過的口味 是的 特別一點 而且外面完全是少見的 是的 好像 都挺創新的配合 是的 找來找去 如果有這些配搭的話 可能這一間才有 因為有時跟朋友 譬如生日那些 就算去不同店裡買 可能都是那個口味 有時如果想有些變化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這些不同的口味 是的 不同一點 不是經常吃朱古力 開心果 都可以的 都可以 但如果再不同一點 再特別一點 吃聖誕蛋蛋糕 可能很多人生日年尾 不知為何特別多人生日 是的 瘋狂地吃蛋糕 是的 剛好有生日 有聖誕也要慶祝 是的 如果蛋糕 可能擺三至四天都可以 但是馬德蓮 擺兩天左右就好了 反而少一點 反而少一點 大家有興趣就試一下 這個Andy Faye Bakery 是的 好了 繼續和大家吃 我們會繼續 拜拜 明天聖誕 拜拜